因为随着进去之后的武器的发展 慢慢的就希望能够发现目标就摧毁目标 这样的话作战的这个反应时间可以压得再低 效果会再好 因为在有些情况之下 特别是对一些重点目标 你可能发现目标要不能及时的锁定跟踪打击目标的话 这个目标可能逃脱 稍纵即逝嘛 所以这一块应该说美国人一直在考虑这个 那么最早是用了RQ-1这个普世者来改的 改成MQ-1这个武装型的 实际上当时加装了两枚哈尔巴导弹 哈尔巴导弹有的也称为这个地狱火 这个是一个直升机载的一个反坦克导弹 所以这个基础上改的 那么应该说普世者作为美国新一代无人机发展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先导的一个领头羊 这个在94年95年的时候就开始大力的发展这个无人机 而且呢结合当时在95年在波黑内战的这个需要的话 也进行了这个实战的检验 在战场上初步 当时还没有完全研制定型 所以在当时也在试用了一下 包括和当时德国的那个塔封无人机 两个表现应该说普世者还是不错的 因为普世者总的来说是这个无人机的发展的历史 经历了几十年之后吧 应该迎来一个新的分水里 所以在这个美国人是在吸纳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些先进技术基础之上 因为以色列原来一度在无人机领域的话是处在领先的位置 它在这个吸收的以色列的一些技术基础之上啊 不断的来推陈出新 这个MQ-1这个普世者武装型的 它的前身是RQ-1 这个整体水平还是比较先进的 它的最大的起飞重量可以到一灯多一点 大概1020公斤左右 但是它的挂载能力应该说是比较有限 因为它最早的这个设计是搭载一些侦察设备 包括了光电的啊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侦察设备 这样的话为其他的作战行动提供一个情报和目标的 保障啊 这样的一个 但是后来发现它的目标的发现能力比较强 然后呢 这个有一定的挂载能力啊 慢慢的就想的就是能够侦察目标 能够发现目标 能够锁定目标之后能快速的打击目标啊 就是发现及摧毁这样一个作战的这种追求 这也是精确作战的一种目标追求吧 所以它在这个基础上来改 应该说啊 总体的是创了一个先河啊 但是后来的一个总体的性能上面 不如MQ-9 这个专用的武装型的啊 嗯嗯 它这个呢 到MQ-9改进的时候呢 就是把打击作为一个主要的任务 相比较而言的话 RQ-1的话主要是以侦察为主 到MQ-1的话就是侦察的前提 完成侦察任务的基础之下 挂两枚导弹能够快速的摧毁目标 而且这导弹呢 威力也是比较小的啊 几十公斤的 这个五十公斤左右啊 不到五十公斤的这样两枚导弹啊 所以它的这个毁伤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它实现了就是一个平台 从发现到打击完全一体化的 而且呢 它是无人的嘛 因为在一些 就是无人机 我们过去也在节目当中多次聊过啊 它是执行了这个叫3D的任务啊 一个就是肮脏的 就是环境比较苦的这个 第二个比较危险的 对吧 还有一个是不知疲倦的这个啊 你因为你像这个 比如说连续续航时间 可以到二来个小时啊 这个 所以它的这个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 不知疲倦的工作 我们人就不行了啊 过去我们在这个 也比较过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 你像这个 美国的这个U2侦察机 过去十个小时连续飞行 那飞行员在上面就比较枯燥 比较累 人类心理有极限 心理极限有极限 所以当时搞了这个 美国人研制了很多的这个神经药物啊 像那个现在的那个软性毒品 阿非达民的 最早就是美国军方 用来给飞行员来提神的 慢慢的开发出来的一些东西 兴奋剂了 兴奋剂嘛 所以最后造成了危害嘛 所以这个是 你像无人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十几个小时 二来个小时 在战场而连续的航行 是没问题的